你的可见度是比Nissan GTR更少 那种啪啪啪的那种声音 大家好我是Paco 今天呢开了这台车呢 就是一台Toyota Yaris 对就是Yaris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Yaris 可是这台有一点点的不同 因为这台是Toyota Yaris的G Limited 那它实际上的不同呢 就是它的动力方面和操控方面那边 它做了一点所谓的小改装 对我就说的是小改装 就是你没有听说过一台原厂车哦 它出来它是有那些改装的部件的 然后这台车CNMA只有600台 在马来西亚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试驾这台车 看看它改了以上的东西之后 开起来是真的感觉 那首先这台车在动力方面 它调教了的就是它的这一个 Cold Air Intake 就是它的那个进气哦 它是那种好像一个蘑菇头这样子的 进气 对没有听错 它真的是原厂出这种蘑菇头 来做一个进气的这个system 所以很明显的 当你开带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那种抽风的那种声音 那种chomp chomp的那种声音 其实是蛮爽的 然后第二就是 它有改了一个小电板 就是Trotter Controller 所以它没有实际上的去 increase 或者是增加你的马力 反而它是给你的那个response 更加快到更加激进的 更加早到 所以这台车是非常适合 如果一个年轻人啊 或是一个比较 alguine 比较喜欢lifestyle的人呢 也喜欢开快车的人的话 这台车给到你那种感觉 一般上我们所谓的底盘的升级哦 充其量也只是 suspension那边可能换一个stiffer的 这台也有 这台车的suspension也是换了一个 比较硬的比较stiffer的 那你在overtake或过完的时候哦 你会比较的confident 这台车呢 除了是这个suspension的升级之外哦 整台车它还加了这一个stabilizing bar 而且这个是来自我们的ultra racing的 就是ultra racing跟Torta 合作出的这一个stabilizing bar 所以整台车就是那一种 已经在路上stage 1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台车 如果开在路上的话 这现在大概是50%的 highway 50%的频路 我们看这台车开起来 是有怎样的感觉哦 那我说我真的是不确定 到底这台车的exos 是原厂是这样子的 还是怎样 不过它是真的是有那种排气管的声音 那因为它前面它是那个cold air intake 所以它进风的时候的那个声音 其实是蛮大的 开在车里面哦 你就感觉到 这有那一种速度以至轻的感觉啦 然后现在我试了一段路 基本上是真的是有分别的 你真的是感觉到这台车 比一般的Torta Yaris 是来的比较激进 然后声音是比较大一点 然后是比较好开的 真的是比较好开的 整台车是 我可以说是接近零的这个body roll 真的是很稳 然后你在进弯拐弯的时候呢 它其实它里面动作其实并不大 然后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就是哦 这台车它只有1.5NA 然后搭配的是CVT的这个牙箱的 所以一般上我们都认为 这台只是一个家庭车家用车 可是因为它车身很轻 它只有1100公斤而已 再搭配这些改装的部件的话 其实这台车开路上呢 我就觉得哎 真的是很好开的 然后汽车的内饰 你可以看到最大的分别 就是这个全新设计的steering 然后有什么很大分别 我倒是觉得是比较先进化一点啊 还有Paddle Shifter 这里的主机是比之前的是大了一点 它还有support这个Apple CarPlay 然后它还是Wireless哦 然后再来说它还有一个Sport Mode啦 所以现在我们试下按这个Sport Mode 看它有什么再更加不一样的东西 现在前面的路是比较多车的哦 所以我们有空淡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试下这台车 如果现在加速的话 感觉会如何 那Sport Mode之后 声音更大一点去 然后它的RPM是更加容易上 更加轻的感觉 它前面是一个拐弯 那其实它并没有好像那一种赛道 所专用的Sport Mode那么硬朗 它是比一般的家用的Sport Mode 是硬一点 可是这个一点哦 也足够给你在弯路的时候充分的自信 那既然这台车哦 它是有改装过了 它的这个Suspension 变得更加硬朗 更加容易可以操控 也加了那么多Bar 现在我们再来到这个Armbang 这里来试试看 有一点点山路啦 说到山路里面它的那个操控会如何的 其实真的是很明显的 整台车的这个Body Roll哦 它是去到很Minimum的 是真的没有什么摇晃的 然后这一个Trotter Controller的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在四驱开的话 你就会就很爽啦 因为它提早的给你该有的那种Power 就是已经100%给完你的那种Power 或者是如果你在山路的时候哦 因为山路你一定是跑不快嘛 你是需要就是反应Response比较多 这时候你就会很Enjoy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哦 那真的只是在控制油门的情况之下 这台车就已经可以很轻松的上那种山路 而且它车的那个操控是真的是提升的不少哦 证明你买一台车你去加这些Stabilizing Bar 是真的是有帮助的 那有时候会想象到99600块的这台车 到底值不值得买 那就要看你是哪一种人哦 如果你是懂车的人哦 说真的啦 如果你是玩车的人的话 你会选择买一台最原装的 然后自己去做一个改装 享受那个改装的过程 那如果你是不懂车的话 你不懂车的人的话 你也不会买一台已经改装过的车 那么这台车到底它是在 Targeting什么样的人群 来买这台车咧 有没有那个可能哦 就是有一些人他很想要买一台改装车 他很想买一台车来改装 可是家人啊或他的另外一半就不肯 啊一试着说他可以买这台车 因为原厂已经蛮好改了 没办法啊 就是这一台车咯 那经过了刚才的试驾呢 这台车的零零度跟动力方面 确实是提升了不少的 那么从外观来上的话 到底它有什么的不同呢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台车 有几个Hardlight Point 是它跟之前的 不是Limited Edition的Yaris的分别 那首先呢就是这一个辨识度非常高的Aero Kit 然后你看这个其实是蛮大的哦 不管你选哪一个颜色都好呢 这一片都是红色 所以从远远看的话 看起来是非常出色的 再来就是它旁边的这一个 黑色烤漆的Side Skirt 后面这个看起来非常夸张的 Rail Diffuser 还有就是这台车它有两种选择 你可以选它要红黑或是白黑的那种双色搭配 再来就是这一个最新的Spoiler 所以看起来呢这台Limited Edition的Yaris呢 跟普通版的Yaris 真的是有一点不同 尾部方面都一样 只是这一个Diffuser 跟那个Aero Kit也是非常的夸张的 这一片红色 然后也是一样 不管你选什么车身的颜色都好 它这一片都是红色 然后其实是真的是蛮夸张蛮大的 再来就是G Limited 肯定就给了一个Limited Edition的这个Batches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官方也没有提及到的 就是这个排气管系统 因为我爬上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是发现它跟原转的有点不同 然后就算是我开车的时候呢 这台车也有那一个排气管的那种巨响 就是说那种很好听的那种赛车那种声音 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有改过 你们知道吗 那么G Limited的Toyota Yaris呢 它除了外观上有一点不同之外呢 它的动力方面跟操控也是做了一点小功夫的改装 升级的 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很显眼的 只要我打开这个引擎盖 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眼看到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一个棍子 其实它是来自Ultra Racing Bar的 它是Stable Racing Bar 而且它不只有这一根 它是整车的这个升级 包括车底跟车尾 还有车身中间 那么除了这些拉杆的 作用来保持它的那个 行驶的操控性 跟那个静弯的操控性之外呢 它甚至它还升级了 它的Suspension 就是它的Absorber 不过这时候很多人就会问 那么如果是升级了Absorber之后 它的车身会不会有点硬的 答案是会的 确实是比原厂的Toyota Yaris 是来得比较硬的 可是 这是比较confident 如果你要切换你的道路 或者是你要在 高速静弯的时候的那一个confident 再来就是它的车身 有没有变低呢 有没有降低呢 其实是没有 因为它只是改变了它的 Suspension而已 就是Absorber而已 而它的Spring还是原厂的 所以它的那个车身高度 还是一样的 那么再来就是它的动力方面 其实它的马力跟 Original的Yaris没有分别 它还是一样107匹马力 140Nm的Torque 然后可是它提升了什么东西 这里是一个很显眼可以看到的 就是这一个Ci Cold Air Intake的这个进风口 所以这一个呢 能够给你一个更好更加快的Response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还帮你增加了一个叫做Trotal Controller的这一个系统 就是控制你的油门反应 所以这台车当你开的时候 好像刚才我们开的时候呢 可以感觉到只要你需要马力的时候呢 它就给你那一个感觉了 可是它的马力原来是没有在分别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Cold Air Intake 很多玩车的人都懂哦 Cold Air Intake你一定要有一个Cold Box 不然它就会吸收很多的热空气 然后原理很简单 因为冷空气里面才有更加多的Oxygen Oxygen才会给你更加好的爆发 同时给你更好的那个动力 所以这里呢它也很贴心的做了一个Hit Show 那么以上这些呢 就是这台G Limited Yaris的一些highlight 它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动力跟操控 还有外观的 那么这台车呢 全马限量只有600台而已 而且呢它售价为99600 其实价钱来说真的不会贵 然后这台车因为它只有限量版的600台 其实你开在路上的话呢 你的可见度是比Nissan GTR更少 所以呢这台车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也是喜欢激情的 你喜欢驾驶的 这台车真的是可以给到你一个就是 使用性 然后又有操控 又帅气的外表 那么以上就是这台车的所有的介绍 跟试驾 喜欢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那我是Paco 我们下期见 拜拜